天津女排强势夺冠 年少成名的李盈盈 本赛季不仅进攻犀利 遗传和防守也进入佳境 让球迷们见到了她越来越全能的一面 我觉得每一次我们每个比赛都是向最高领导台发起冲击 所以我在每次比赛之前会把前面的比赛忘掉 然后会继续去冲击最高领导台 我觉得今天能夺冠很感谢我们整个团队的为此付出吧 本赛季的天津女排阵容强大 作为一支传统强队 天津女排的姑娘们并不会因为战绩赫赫而有丝毫懈怠 李盈盈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如今的她 最大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全面 之前可能提到李盈盈是进攻犀利 然后李盈盈下三路可能不行 但现在的话我更希望别人能说我李盈盈是一个全面型的吧 就是没有明显的漏洞 天津女排有五人入选过东京奥运会阵容 加上强力万元巴尔加斯 进攻端火力十足 这也意味着李盈盈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遗传和防守上 而攻防兼备的李盈盈又让天津队变得一发强大 李盈盈从小我来了以后看着她长大 而且不断成长 特别是今年联赛 我说她就是不断成熟 一个就是她进攻 我感觉这是她的特点 再一个现在她的遗传 我感觉特别稳定 包括她的防守 她因为要想更高的发展就是在全面上必须要发展 下个月 李盈盈就要迎来22岁的生日了 赛场上她是敢打敢拼的攻防核心 赛场外依旧是那个喜欢粉红色 既阳光又爱美的小姑娘 小孩比较阳光 我感觉从整个在生活上 包括她在整个训练场中 她是比较阳光的 而且比较积极的 妹妹也很活泼 然后我觉得她还是比较直爽的 然后平时我觉得也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小姑娘吧 我最近才开始导致自己 我觉得女孩子大了嘛 都有爱美的心嘛 去年的2021年 李盈盈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磨练 又在全运会上带领天津队夺冠 对她来说 每一次大赛都是宝贵的成长经验 会让自己对于未来更加专注 也更加坚强 我觉得首先很感动 很感谢吧 自己这么多年努力能去为老儿神的梦想 然后能去站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虽然最后可能结果不尽人意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觉得还是不要灰心吧 以后还会有机会 所以还是要继续坚定自己追梦的道路吧 然后从奥运会结束回来以后 自己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个调整吧 因为我相信每一次失败再站起来会变得更强大 我不害怕失败 所以我有站起来的勇气再去面对重新 去面对各种挫折 包括困难吧 然后也是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更加坚强